食物进口相关资料 香港容易监管食物安全的法律条文 在于香港法例第132章 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第5步及其附属法例 法例的基本规定 在于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第54条所在 禁止出售不宜工人食用的食物 食物进口商有责任 与出口当地相关人士保持紧密联系 确保所进口的食物 符合香港法例的规定 并且适宜工人食用 一般来说 肉类、家禽、野味及蛋类的来源地、官方机构 必须先同食环煮定立进口机制 先可以出口有关食物到香港 其后每批次的食物 需备有由来源地发证实体签法的卫生证明书 而有关食物 亦都必须要由认可的陶宰工厂或者加工厂生产 此外,为了保障本港公众健康 食安中心亦都会不时发出暂停某些食物进口的指示 现在,为了方便进口商查阅刚才所说的资料 我们已经在FTP加设了一个相关的功能 你只要按食物进口相关资料 就可以查阅现时暂停进口的食物资料 和肉类、家禽、野味及蛋类的进口机制 我们先试试查阅暂停进口的食物资料 暂停进口的食物 在这个版面,你可以看到现时暂停进口的食物列表 你可以用版面上的搜寻功能 去帮你发出检索你需要的资料 如果你想知道某个个案的详细资料 可以按新闻稿那个栏的连结去看看 食物进口机制 接着,我们又去看看食物进口机制的资料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现时香港和其他国家或地方所建立的肉类 家禽、野味及蛋类的进口机制 在这些国家或地方里面 获认可公港的场所资料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关国家或地方的官方机构 有向食安中心提供获认可场所的名单 即是版面上红色的场所名单 而另一类就是有关国家或地方的官方机构 没有向食安中心提供获认可场所的名单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按蓝色的网站连结 去那个国家或地方的官方网站 查询相关认可场所的资料 如果你在名单或者网站 找不到你想入货的食物场所资料 你就要向出口当地的官方机构 或供应商了解回相关场所 是不是合资格公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